你看翔翔喜樂不住的 是喜樂嗎? 這樣也是一個總結嘛 我看你來講好了 你講了一點講 因為你比較喜樂啊 你剛剛講的那一段話 其實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在壓力鍋中成長 的確 壓力鍋當中悶著悶著 那我是覺得 我自己面對壓力的時候 我是有壓力 那我也沒有什麼特別說 我一定跑出去打球 運動 游泳 我感謝神 我雖然沒有這一些 但是我回家跟小孩聊一聊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一個聊的對象 我在壓力的裡面 你一直不聊很悶的話 那的確就是會很傷 那我們都在壓力當中 教會的同工 或者是在職場 那都在壓力鍋當中 人際的壓力 金錢財務的壓力 都有 但是我們在這壓力當中 一定要有出口 一方面你說你跟上帝的關係 一方面是你真的要有 可以說話的朋友 家人 或者是同工 不論如何 就是說你可以分享 有時候情緒負面 你講出來 不要說因此覺得 好像是很羞愧被定罪 事實上我覺得 在說的過程當中 也是會被神調整 調整那個態度 調整那個心情 對 我覺得因為 其實壓力每個人都有 學生啊 有學生的壓力 然後工作的人 有工作人的壓力 然後這個職場的人 壓力也非常非常大 那工作的人 跟主管的壓力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怎麼樣 學會調適自己的壓力 是很重要的 然後就是真的 像農務司講的 要有一個同伴了 那最好就是 可能除了家人之外 就是屬您的同伴 所以我是很鼓勵大家 就是能夠穩定小組 因為小組其實 容易找到屬您的同伴 因為我們是屬您的家人嘛 你一起同奔天路 容易找到知己 找到屬您的好朋友 然後就是 穩定聚會 其實那是因為我們 跟神的關係 像主日崇拜或禱告會 在四哥敬拜裡面 或在禱告中 你其實你的 你在禱告 你的話都講出來了 你在跟神禱告 那個壓力也會釋放掉 對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有常常就是 幫助自己去釋放壓力 對 然後像 我是那個 在教會服事嘛 我是牧者 可是我又是 家庭主婦 所以對我來講 做家事也是釋放壓力 對 然後我出去採買 然後我 我騎車出去 我要去辦事情 我也都會跟神講話 所以我覺得 要去找到自己 是適合自己的 一個 紓解壓力的方式 不要忘記了 最重要的還是 就是說 出去玩一玩 出去玩一玩 出去吃一吃 對 屬靈的生活需要 然後像我跟羅師母 等到我們 孩子大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有機會 帶孩子出去玩 以前比較少 後來現在比較看重這一塊 就是 休閒娛樂 我們要出去兩天一夜 三天兩夜 然後 有玩 有吃 我覺得那對我們 是一個恢復 常常喜樂 不住禱告 凡事謝恩 祝福大家 好 就是在 常常喜樂 保持喜樂的心 然後 常常禱告 然後 然後 凡事謝恩 對 然後藉著你所看到感恩的事情 那能夠 就是 變成你裡面的力量 感謝主 感謝您的訂閱和鼓勵我們才能持續做出優質的影片內容 若您有感動歡迎點擊下方奉獻連結 您的支持將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願神祝福你 Amen